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阿金 今天是收小龙虾的第七天 这两块小稻田 今天就收龙了 因为昨天只搞了8斤多 一个星期没胃了 虾子连扶瓶都吃不掉了 扶瓶越来越多了 快要封钱了 鸭子过来了 这群鸭子闯进来了 正在那里吃扶瓶 田里面也没有什么水了 现在水只有20公分的10公分 这种浅水虾子估计是不怎么冻的 要不就自己找冻藏起来了 不然的话不可能从一天二三十斤钓到只有七八斤 才四斤 这只鹅呀 天天就把这个网子给压垮 还用它的体重来压的 这个太矮了 重新改进一下 然后这边今天只搞了一斤多的虾子 一亩六分田 八分田到搞了五六斤 所以这里夹在一起应该有七斤左右 但是我今天不想把它卖掉了 我要把它拿去当种虾 现在是八月份了 正好把它拿过去当种虾放掉 这个夹子好大呀 还有几只母虾 这个也是公虾 小夹子公虾 今天把笼子在两个苗堂放一放 补一点苗子出来 把笼子全部掉走 刚刚割了一个半小时的草 衣服都湿透了 电动割草剂 把池塘周围的炒割一下 这两个苗堂 还是个小堂 接下来一个月需要管理了 开始投喂饲料 放虾苗了 割草鸡电动的 这是割的第二个堂 把坡边上的草割了一下 怕躲蛇躲到里面 晚上我打个赤脚穿个娘鞋在上面走 就要怕土皮蛇 这个堂要放苗了 笼子已经拿过来了 今天下笼子补苗 历秋了 再过两天就会下雨 所以趁着下雨的时候 把没有做的事情做完 今天就割草下笼子补苗 然后今天晚上把 奇葱果树的虫药给打了 然后就做等下雨了 来稻田了 稻田打草药有 今天是第三天了 按理来说明天就要上水了 但是后天就有雨 我就懒得管了 这个沟还没晒得好 今天再给它打一下稀里吧 明天再晒一下 然后这块田就开始上水模式了 不管成不成 先让它长一点稻杆出来再说 小宝 小宝出来看我的稻田了 嘿嘿嘿 嘿嘿嘿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